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上一期节目 我为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 Chrome Go 包括EDG Go这个浏览器 也就是EDG浏览器的一个 翻墙包软件 那么我曾经测试过 其中有一个SIMBOX的一个节点 在我300兆宽带的电脑上 可以跑出15到20万的一个 拍每秒的一个速度 真的是尖掉了我的下巴 那么上次呢 我是直接用这个CMD的这样一个命令 来选择节点 并打开这个浏览器的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只能在CMD命令里面 打开在那个浏览器里面 可以翻墙 然后在你自己电脑里面 安装的 打比方这个EDG浏览器也好 包括Chrome浏览器也好 它是不可以翻墙的 因为它们不在一个进程里面 那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没问题的 我们打开YouTube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这里没问题的 试开的我们看看它现在是7万多 10万多11万多的速度 OK 那大家看到我打开我本身安装的这个 这个EDG浏览器 打开看一下 我们再打开YouTube 那大家看到这个是打不开的 打不开的 所以说这个很奇怪 只有它本身这一个浏览器可以打开 好的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通过另外一个方法 把它的节点导入出来 然后利用这个Win2Rain这个软件 来进行一个翻墙 那么通过这个软件 我们电脑上本身安装的这个 Egg浏览器 包括Chrome浏览器 它都可以正常上网 好的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今天就选几个来做一个演示 打比方这个Herry 打比方这个Neve 这个Thinkbox 还有Charing 我们一个一个来试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再打开这个AP 好的 大家看到里面有四个 有四个BAT的弓箭 代表它四个就是线路 四个缺点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打比方我们选第二个 我们点右键 然后点编辑 编辑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网址 这里有网址 我们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开浏览器 把这个网址复制进去打开 进入进去以后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些绝点信息 一些绝点信息 那我们把它全选 然后拷贝 拷贝完了以后 我们打开记事本 把它粘贴上去 粘贴上去以后 我们给它另层 打比方我们就层到桌面上 然后这个地方保存类型 这里我们选所有文件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命名 打比方就是 HOS 它节点里面我们刚才选的第二个 杠2 然后扩展名我们给它设成 JSON 然后我们回车保存一下 OK 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选一下 Live 打开里面有两个节点 那我们随便选一个 打开编辑 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到浏览器里面粘贴进去 打开 好的 我们给它全选 复制下来 我们新建一个文档 粘贴进去 然后我们给它另存一下 这个地方同样的选所有文件 这里我们就选 杠1 刚才是第一个节点 对不对 然后点 JSON 后对名 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同样的 我们回来 再选一个SIMBOX 这里面也有两个节点 我们也随便选一个 把网址 到浏览器里面打开 打开以后 全选 复制 我们重新建一个文档 粘贴进去 同样的 我们给它另存为 就是SIMBOX 它第一个节点 然后扩展名 JSON 我们保存一下 同样的 我们再来弄一个XRand 那这边有四个节点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把它复制到浏览区 打开 OK 我们全选 复制 我们重新再打开一个 粘贴上去 同样的保存一下 这个是XRand 第四个节点 OK 扩展名 保存一下 好的 我们关掉浏览器 现在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电脑上的 Ventury 假设你们电脑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看我以往的视频 有专门介绍 这一个东西 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的话 我们点服务器 这里点添加 自定义配置服务器 打开以后 这个别名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输进去 打比方 我们先输入这个 SOS的节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点浏览 桌面上 我们就点这一个 HOS打开 然后这个crown类型的话 我们就选这样一个Henry 这个端口节点的话 我们看看它的端口是多少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选SOX5的这样一个端口 OK 它是1080 大家看到 1080的端口 好的 我们把端口给它输进去 1080 然后我们点确定 那这个就是 刚刚我们输进去的 我们设为活动服务器 OK 我们给它打开一下 打开以后 我们现在打开 我们电脑上的 这样一个浏览器 我们进入YouTube 看一下 这个非常快的就打开了 我们选一个 4K的视频 播放一下 看看 那视频正常播放 这边大家看到 已经是21604开的了 OK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多少 目前的速度是2万 我们给它稍微快进一下 OK 现在速度3万多 还在不断的上涨 4万多 3万3 这个节点还是比较稳定的 虽然不是特别快 也是比较稳定的 OK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我们来换个节点 我们把这个节点暂停 好的 同样的 我们来添加一个第二个节点 名字同样给它取成 live-1 好的 这边我们 来选这个刚才保存的 这个live-1的一个文件 点选 这个call类型的话 我们就要选成这个live 端口也是一样 1080 确定 好的 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我们打开它 打开以后 我们再回到浏览器 正常播放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好的 现在去到7万多 8万多 这一个速度 上到11万了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我们把这个暂停 暂停以后 我们同样的重新导入节点 第三个 我们导入这个Thinkbox的节点 我们刚刚选的是Thinkbox的第一个 好的 我们点浏览 然后把这个节点给它导进去 那这个call类型这里 我们就必须要选这个Thinkbox 单口这里也是1080 确定 OK 我们右键 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OK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自动配置 好的 我们再回到浏览器 我们播放 给它快进一下 这个节点不能用 这个节点好像有点问题 你没有联网 这个节点有问题 OK 我们给它关掉 好的 我们 添加第四个节点 刚才那一个Thinkbox的话 它里面有好几个节点 可能这个第一个节点是打不开的 那么大家可以选 那大家看到 Thinkbox 里面两个节点 那大家可以选第二个节点试一下 我们等一下也试一下看看 那么现在我们先导入第四个 Xray的一个节点看看 我们刚刚选的是它的第四个节点 好的 我们同样的把这个节点导入进去 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选择Rain 这里这里节点的话 Chrome类型一定要跟你的这个节点类型要搭配 一定要搭配 这个地方也是1080 我们确定一下 好的 我们把这个视为活动服务器 开一下 我们再打开浏览器 那我们再打开一个4K的视频 看一下 好的 现在正常打开 大家看到也是21604K的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 这个上来就是12万5的一个速度 我们快进一下 9万10万左右 算是蛮稳定的 蛮稳定的了 OK 那我们看看Chrome浏览器可不可以 我们打开Chrome浏览器 我们打开YouTube看一下 我们选一个4K视频看一下 那目前是2160的一个清晰度 我们看看它的速度是多少 OK 速度是5万多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速度稳定在5万2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那也给各位小伙伴交代一件事情 假设你过一段时间这个节点不能用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一些节点过一段时间 有可能某个节点或者很多节点不能用的话 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要更新一下节点就可以了 那更新节点的不是在这边更新 不是在这边更新 更新节点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面 假设你要更新这个 XRing的节点 我们就打开它 同样的打开这样一个 节点 IP 我们 打比方我们要更新这个 IP的节点 我们就点击一样的 编辑 我们把这个 网址复制下来以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的 给它 弄到浏览器上打开 打开以后 它这个里面呢 它自己会更新的 这里面的内容 它自己会更新的 虽然你的节点 打比方IP1 这个节点不变 但是它这里面的内容会更新 那么内容更新以后呢 你同样的把这里面的内容呢 给它全部全选 全选以后 拷贝到这个 这个里面 重新打开一个空白的 把它粘贴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给它起个名字 XRing-1 对不对 然后扩展门 一定要弄成这个点 JSON OK 我们保存一下就行了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他的节点也是一样 包括Clash的 包括这个Harring 包括这个Thinkbox的 都是这样一个办法来更新的 那么在同样的 我们现在演示的是 EggGo 对不对 那假设ChromeGo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用法 一样的用法 举一反三 好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